第三代包衣机为了解决这些难题 首先将传动链板改为了滚筒 和链板相比 滚筒转动时能够带动物料翻滚 同时滚筒产生的离心力能够将物料抛起 从而达到更好的均匀效果 为了使聚集在一起的物料分散开来 设置了一组导流板 对物料进行连续不间断的搅拌均匀 最后第三代高压喷嘴可喷出颗粒直径更小的物状巧克力香料 和物料的贴合更加全面 使得扁状物料的包衣效果也有了质的变化 这个铁丝比放多少料呀 铁丝可以放到它看颗粒布的比重 如果颗粒布重的话我们可以放到500公斤 500公斤 对500公斤 咱们给测试就不用放那么多 对对测试我们就适当放一点 看一下这个效果 对对主要检测设备的效果 第三代全自动包衣机正面的窗口 不仅方便自动上料 也能达到观察内部情况的作用 旋转的关筒在导流板的辅助下 将物料充分的均匀开来 高压喷嘴喷出的物状巧克力香料 将物料层层覆盖 最终实现了对扁状物料的包衣作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